有失眠问题的人很多 但是每个人失眠的原因不尽相同 助眠的方法当然也不太一样 最简单又不伤身体的方法呢 我觉得就是吃对好食物 那么白天规定的运动 睡前放松心情 把灯光调按 不要滑手机 不要看电视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静坐呼吸 那么失眠的状况呢 就可以逐渐改善 有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睡眠的 譬如我们要多吃含色胺酸的食物 像鸡蛋啊香蕉啊 坚果类黄豆豆腐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也可以多补充 含有维生素B群的食物 像糙米小米玉米麦片这些犬骨类 以及菇菌类啦小麦胚芽啦水果啦绿叶蔬菜啦 莲藕黄豆黑豆杏仁核桃等 那么睡前呢喝一小杯豆骨浆其实是很有助于安眠的 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些含天然退黑激素的食物 像是腹盆子啦核桃啦樱桃啦杏仁啦 开心果蜗菊凤梨 那么补充富含钙美的食物也有助睡眠哦 像黑芝麻红豆绿豆还有全麦 我觉得每天一杯绿拿铁 那么在绿拿铁里面呢 适量搭配我们刚刚所说的有助眠作用的食物 就可以帮助你改善睡眠 有好一些绿拿铁同好会都见证分享 他们天天一杯绿拿铁过了一阵子以后呢 睡眠状况都有相当大的改善 那么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自己制备食材的朋友们呢 我可以推荐你们直接购买VGBoom的绿拿铁先冻包 因为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严谨 而你在家里呢只要一两分钟 就可以轻松为自己调制一杯绿拿铁 当然你也可以参考我的新书 时时刻刻为养生 里面介绍很多方法帮助你养成顺时养生的习惯 那么就让你的生理时钟呢恢复正常 可以一夜安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